汉仔 汉仔 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 汉仔 又到了汉字说故事时间了 这一集要介绍的是 央这个字哦 央原本是灾祸的意思 假介为中间 中心 如中央 也可介为请求 如央求 又介指结束 如夜未央 央字的甲骨纹 像犯人的脖子上 带有坎形的器械组成 大是人的正面象形 经文坎形稍作改变 小传延续经文 发展到历书与楷书 字体变得较为方正 央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哦 央字由呆和央的读音组成 本意是灾祸 也可作动词 如 央集齐柯鲍鱼 就是无故被连累而受害 鹰字由草和央的读音组成 原本是花的意思 如落音缤纷 引申为才能结出的人 如英雄 印字由日和秧的读音组成 有照亮的意思 如照应 引申为照射 如倒映 这一集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呢 汉仔和小朋友都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见